国服S1勘探员 对面是红蝶 拉拉队员勘探机械佣兵 红蝶不好打 这种就是能修能打还有辅助 救人也稳 红蝶这边 说实话呢 这几个ID都很熟 这个好像没记错是国服前三的机械师 第一刀打中娃是已经放在外面的 这个机械师只要不要被人娃一起抬走 这个局求生者就输不了 很难输完怎么输嘛 这边的话娃娃窗口 蝴蝶这里 这个娃都不太好打 这边有飞轮啊 这边有飞轮娃娃没靠 哎呀那这边娃翻出去 哎翻出去就行 翻出去这个娃应该是 等会红蝶牵起来往前走 挂张椅子好像有机会能把这个娃给带了 人娃双倒呢 只能说红蝶这把输可能不太会输了 但红蝶能不能赢 不知道 密码器总量加起来不到两台 是问题吗 不是问题 因为我们有国服S1勘探员 他第一台机子修完了 待会他过来打波架 存个三块之间打波架 服大厦于江青 一手力挽狂澜 傭兵这边过来救人 贴边 跳护臂 直接吃一刀救 可以可以可以 红蝶这边的话没有做一个飞天防守 他是想逼救 想把这极度抬起来 借师的话这边娃娃扛到吗 交飞轮放娃卡 红蝶这边打一刀到二级 来镜头给到看太原 这波应该是看太原过来了 因为离得近啊 顺便过来打一手的 不是那种特别 丢块磁铁 那这三块磁铁来看一下国服S1勘探员的操作了 三块磁铁的操作量 有飞轮 先弹开 这边隔着一个建筑 哎 就丢这里 来 红蝶 你还能这 我三磁铁勘探员 再丢 但这块磁铁的话 可能脱不了太多 红蝶这边的话 还想要打一个取消插刀 没能成功 磁铁已经交完 这边的话飞轮 没磁铁了 没磁铁了 这一轮打完 其实是打了不少时间出来的 佣兵这边把机子给补掉了 拉顿兴起带机子 勘探员的话呢 救人可能也得勘探救了吧 红蝶这边 不管这个勘探员吗 佣兵这边被通缉到 跳护臂过来 不是这佣兵过来的 意义不大吧 佣兵过来 吃一刀 救下人 佣兵倒 掩护 掩护 扛 没能扛中 拉拉队员的机子不受影响 勘探员这边的机子 六十挂飞机械师 勘探员一块磁铁 这波的话有点可惜啊 因为佣兵过来救人 有个什么问题啊 我们上帝小看下来 这个佣兵是半血吧 密码机是不够的 对吧 我打佣兵一刀 佣兵倒地把人救下 佣兵倒地了 他就算把人救下来 对吧 这边机械师也没人的保的活 我挂飞机 这个佣兵躺在地上面 我可挂你 我可以去打外面的密码机 这个佣兵过来是要吃双倒的 但真自信啊 就这么把人给救下来了 那想的可能是一个上限 就什么呢 佣兵这边把人救下来以后 扛刀机械师遛起来 然后密码机修完 这个真的太有想法了呀 我只能说太有想法了 红蝶现在的话 这边是刚才交了波传送 啥都没打到 也就是说 现在红蝶需要拖出一个新的传送 这边追看待员不是特别好 追佣兵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因为佣兵的道具可好 这看待员的磁铁的可续啊 拉拉队员的花球也可续 哇塞 这看待员打了这么久了 跟红蝶打了半天了 一刀没吃 外面重新起台机子 这个时候外面一定重新起机子的 拉拉队员旁边 小房站好 你走我就去修 你不走吗 那这边对不对 你来抓我好了 你来抓我来谁怕谁 你要不试一试 看待员这边也在骑 就红蝶是拦不住这开门站了 但是呢红蝶开门站有传送 这个密码肯定拦不住的 这个时候追佣兵真的好 这个时候追佣兵真的好 第一呢你打佣兵 让佣兵开门站不是个满血 可以一刀处理掉 第二呢消耗一下 他的护壁也是一件好事 其他两个人都消耗不了 一刀打佣兵 这边的话 这个护壁肯定是不舍得交了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吃上头大心灶 八十多的机子 八十多的机子 密码机 一刀好 亮了亮了 佣兵是进中场 红蝶这边一个蝶起不了这一刀的 因为你这 直接在你视野看不见的时候 跳了个护壁 那红蝶这边算了吧 船船好 solo局 在我们这一整局当中 红蝶没有打到过这个勘探员 然后现在这边有地窖 拉拉队员死门四十 有一个飞轮 但是没有磁铁了 有一个飞轮 但没有磁铁了 飞轮 在绕 有一块磁铁都跳地窖了 哇 来了个电气加速 铁气加速 翻 他们两个打了一整局了 好 过来 哎呦 磁铁铁铁出来了 对 对 溺 架 满 嘴 测 看太远 不愧是se看太远啊 有一说一你说 哎 我以为要跳地窖了 好看 拜拜